大家好,我是Din 有关弟弟的民运毁损事件 虽然受到了不起诉处分 但是起诉人正在向检方进行上诉 朋友一 在民运毁损事件也是受到了不起诉处分 虽然起诉人也是上诉了 但是警方最终还是以不起诉结束了这个案件 朋友二 目前也因民运毁损接受了警方的调查 正在等待结果 然后DSP也以业务妨碍再次向我提高了 所以我接受了警方的调查 但是也受到不起诉处分 而APRI成员A 透过B法律事务所 对我追加提高了民运毁损 目前正在进行警方调查 APRI成员C 透过D法律事务所 也对我追加提高了民运毁损 目前正在进行警方调查 然后对于网友们的种种之一 肯定也回答了 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对治调查 也没有受过对治调查的邀请 公开的上传医疗记录 对我来说是非常敏感的部分 虽然很抱歉 但是不想要公开 希望大家能理解 但是已经提交到调查机关了 等调查结果出来后 会再次告诉大家的 APRI成员父母们的诽谤短信 是跟我 我弟弟的诉讼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所以没有提交到调查机关 确实在收到短信的当时 对我跟我家人都造成了伤痛 但是回想一下的话 也是能够理解 站在成员父母的立场 只是对我收了他们的想法而已 所以我没有想要公开 如果APRI成员们全员都要求的话 就会公开的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 在保温杯事件那个时候 奶奶的健康非常不好 现在已离世了 当时有时候也会认不出我 而且听我说要开始到宿舍生活 就把自己的保温杯给我了 对我来说是很宝贵 所以会一直带在身边的保温瓶 然后最后也解释了 在公开弟弟的不起诉决定文的时候 为什么会删掉了部分内容 对于Hunji的立场文 部分网友们表示 一开始Hunji说的明明就像是奶奶的遗物一样 之后大家都误会了 也没有出来更正 只是在反复 是我宝贵的保温瓶而已 然后那些短信内容没有交到法院的话 应该就是没有作证能力 要不然律师事务所 绝对不会不提交最强力的证据 而且现在公开短信内容的话 能把这个风向一下子就换过来的 没有认真活动 造谣千万跟经纪人交往的部分 怎么不解释呢 不是 说真的 该解释的还是要解释吧 就是因为不解释 所以才会觉得奇怪 网友们为什么只是一昧的说 圈举加油呢 都经过了Tiara AOA的话 最起码要怀疑不是吗 一怀疑就当成是坏人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为什么一直要受害者解释 没做的话 不是被指名为加害者的人要解释吗 就知道会这样 无限反复的要求解释 你们算什么 凭什么要公开证据 难道每次被欺负的时候 就要留下证据吗 现在还在进行诉讼 非得要给网友们公开证据后 才能被认定为是受害者吗 他们在YouTube也正在制造风向 太恶心了 对于Apli粉丝们的质疑 以及Hionju的解释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演员们超搞笑的动图 看报纸的Omtego 找水卖的Kunnyu 新手驾驶很精明 戴手铐的Songkangang 被僵尸吓到的Li Sonnyu 要不是取机魂 就真的会灰溅的Ki Mo Ni 爱豆跟演员的差异 突然的胡子 谁是爱豆谁是演员 马冬萨的撕撕撕 赞助的饮料 看我的 我是一边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